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回到來就看到 家裡很混亂 我當山在地上 黃泰 你說家裡被人偷東西 經過點算有沒有財物的損失 財物好像沒什麼不見 不過我一回到房子 就看到整地都是山 我覺得有人比我家進入 Sir 我去找到蛋糕 似乎有被人吃過的跡象 是呀 因為我兒子生日 所以蛋糕是我昨天買的 但是我們也沒吃過 這個蛋糕分成四等份 每一份是蛋糕的四分之一 現在沒有四分之一個蛋糕 就是警察偷吃了四分之一個蛋糕 Sir 我在廚房發現了一個一模一樣的蛋糕 都是分成四等份的 唉呦 還是被人吃了一份 哦 這個蛋糕是我老公買的 他不知道我會買 所以就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沒辦法了 我們實在太心靈傷痛了 現在查人吃了每個蛋糕的四分之一個 那就是四分之二的蛋糕 也就是二分之一個蛋糕 這個情況就像是除數一樣 如果被除數是整數A 除數是整數B 整數A除以整數B 可以寫成分數 也就是整數B 也就是整數B 也就是整數A 例如1除以4 可以寫成分數1 2除以4 可以寫成分數2 不過 好 若減成分數 就等於二分之一 好 阿Sir 這樣就怎麼樣 倒數呢 就是分子和分母的位置交換 例如4 就是一分之四 所以4的倒數就等於四分之一 一個蛋糕的四分之一 可以寫成1乘以四分之一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蛋糕 也就是說 整數A除以整數B 是可以寫成整數A乘以整數B的倒數 倒數 那什麼是倒數 阿Sir 你過來這裡看看 我發現這裡有幾組數字 果然不出我所料 對 幅畫裡面有山有水 還有樹木 還有幾種數字 那些數字是分數來的 如果把分母和分子的位置對掉 那就是它的倒影 沒錯 剛才你問我什麼叫倒數 現在就讓我告訴你 倒數就是把分子和分母交換 變成一個新的分數 例如8分之5 如果我們把分子和分母交換 就是5分之8 這個新的分數 就是原來分數的倒數 有關倒數 我們還要注意0 因為除了0之外 任何一個數乘以它的倒數 結果都是1 3的倒數是三分之一 3乘以三分之一 是等於1 11分之8乘以1有8分之3 將1有8分之3化成假分數 就是8分之11 11分之8乘以8分之11 是等於1 我們說11分之8是1有8分之3的倒數 1有8分之3是11分之8的倒數 0的倒數呢 0的倒數又是什麼 0是沒有倒數的 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 和0乘以後是等於1的數 警察先生 我做的紅豆糕 都好像被人偷了一點 少了多少 那我又不太知道 我只記得 我買了十分之九公斤的紅豆 分了兩次去做 十分之九公斤的紅豆 為了方便分析案情 紅豆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就是將十分之九公斤的紅豆 平均分成兩份 那就是將十分之九除以二 也就是十分之九公斤的紅豆 的二份之一 那就是十分之九乘以二份之一 分子乘以分子 分母乘以分母 那就是計算二十分之九公斤的紅豆 但是這裡只剩下八公斤 即是被賊沒了一公斤 難道我的賊是毒 痕 蛤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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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各位 大家有否留意到 根據各方面的分析 全部都是跟倒數有關 嗯 十分之九除以二 跟十分之九乘以二分之一 是一樣 二分之一是二的倒數 倒數 倒數 相信各位精明的觀眾都知道 原來一個數除以整數 是等於那個數乘以整數的倒數 我們看看以下這個例子 二右九份之四除以七 先將大份數化為假份數 即是將二右九份之四 變成九份之二十二 接著乘以七的倒數 即是乘以七份之印 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答案就等於六十三份之二 所以即使被除數是一個大份數 除的方法也是一樣的 再舉多一個例子 十二右五份之三 除以九 除以十五 先將十二右五份之三化為假份數 除以九 可以變成乘以九份之一 除以十五 就是變成乘以十五份之一 什麼? 你的橙汁也少了 是? 本來我們有四瓶橙汁 現在少了一折了 是? 咦 那就要去看看 那個賊喝了多少橙汁 杯已經準備好了 五份之二瓶橙汁就能夠倒一杯 那到底那個賊喝了多少杯橙汁呢 一杯橙汁就等於五份之二瓶橙汁 即是將四瓶橙汁分成五份之二一份 看看可以分成多少份 首先我們將每瓶分成五個等份 就是五個五份之一 四瓶就合共有四乘以五那麼多個五份之一 兩個五份之一即是五份之二 可以倒到一杯橙汁 那四乘以五再除以二 就知道四瓶可以分到多少個五份之二 四乘以五等於二十除以二 就是等於十 現在只可以倒到六杯 那一杯橙汁會不會是多過一個人 果然 這案件倒數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這個整個桿子挺好看的 對呀 這個是吉祥結 我想要織幾個給我家人 來保護他們平平安安的 那織一個吉祥結 就要用二十分之九米長的紅繩 那我想要織七個 織七個好像不夠長 是呀 讓我量度量 踢 這家長二有十分之七米 這條繩長二有十分之七米 而這一個吉祥結 我們需要用二十分之九米長的繩 那不就是 將二有十分之七分成二十分之九一份 也就是看看二有十分之七 包含多少個二十分之九 就知道可以織到多少個吉祥結了 所以 二有十分之七除以二十分之九 將大分數二有十分之七化為十分之二十七 然後除以二十分之九 提等於十分之二十七乘以二十分之九的倒數 即是乘以九分之二十 若選之後 答案只能積到六個 沒理由少了 難道那個賊連繩都偷 究竟那個賊要繩子來幹什麼呢 那條繩這麼幼 不可以用來爬槍走的 究竟這件案有什麼提示呢 相信解開倒數這個謎團 我便可以抓到這個賊 不可以 我一定要更加熟習 什麼是倒數 二十五分之二十一 除以一有四分之三 將一有四分之三化為四分之七 然後將二十五分之二十一 乘以四分之七的倒數 即是乘以七分之四 答案就等於二十五分之十二 好 現在嘗試看看另外一題 八有五分之二 除以二有三分之一 除以一有十分之九 首先將大份數化為假份數 然後隨以一有十分之一 然後隨以一有十分之一 變成乘以那份數的倒數 一個數除以一有十分之一 一個數除以一有十分之一 我實在是太聰明了 我實在是太聰明了 這麼多人 發生什麼事 舅舅 你什麼時候在歐洲回來的 家裡被人偷東西 被人偷東西 不見了什麼 這樣就沒什麼不見了 只是不見了那些食物 只是食物而已 舅舅 怎麼你們會有這條繩子 這條繩子是用來綁住垃圾 去完旅行之後 真是很多東西要收拾 不好意思 我剩下了你的月曆 對呀 剛才我朋友打電話來 叫我買了東西吃 然後去燒東西吃 他叫我買五斤牛扒 一時說八個人 一時又說七個人 然後又叫我買 一扎紙包飲品 一扎汽水 我見這麼多東西要搞 那我就寫下它 還有呀 剛才回來 很厲害 吃了你的東西 蛋糕呀 橙汁呀 一般的 下次別再買了 因為還有很多 Troy 這個遊戲 不是這樣 todavía沒多 ich tackling 跟你講 這個是 我試過 吃一 Kid 這個 美國